一个女孩在男人身上做着坏事 男人看起来很厌恶 却不敢反抗 而女孩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她也没有选择 这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暗黑能性动脉 看过的人基本都受不了她的大尺度剧情 一群日本高中生被迫进行国王游戏 不服从命令的人就会受到死亡制裁 没能知道国王是谁 她只为通过手机群发信息来下达命令 很多人都不当回事 直到真有人在他们面前死去 一个个才不得不相信这场游戏的真实性 最后已经参加过一次国王游戏的男主声明 在转学后竟又一次卷入了这个恐怖游戏当中 国王下达的第一条命令 是声明与班级人气女神奈金子接吻 新同学也同样接到这个国王游戏的信息 他们都认为是声明在恶作剧 喜欢而不敢明说 声明的所有解释都没用 所以决定用自己的死亡来给同学们警惕 也好让自己解脱 就在距离命令结束的最后五分钟 奈金子竟然主动找到了声明告白 并且与他接吻 奈金子的信任让声明决定再一次挑战这场游戏 势必要抓到这个所谓的国王 而在完成命令的那一刻 双方手机都接到了确认服从的信息 而时面发现手机信息 还有其他同学需要完成的命令 这些命令的内容简直让人感到恶心 而其中最后声明赛逸的命令有两条 第一是奈金子要与辉煌发生关系 第二是每月要发送一封去死的邮件给两名同学 接到邮件的同学会真的死去 基本所有同学都收到了阔命令 而国王还相信今晚所有人都不许睡觉 那些已经睡着了人就得受到惩罚 所以已经先后有人上吊自杀了 声明尽自己力量去阻止附近最近的同学自杀 让来金子去通知没有睡着的同学集合 可是不管声明如何强调国王游戏的真实性 所有人都还是不以为难 他们不是不害怕 毕竟有人真的已经死去了 他们生下恐惧 他们竟都认为国王就是声明 其中一个戴帽子的同学上前保证了声明 结果就触发了国王下达的另一条命令 不可以做不必要的行为 以至于这位同学进全身堂血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死去了 这下声明的嫌疑被解除 而耐金子希望求救声明 是否要逃离国王游戏的办法 在明确知道声明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后 他便不再装得楚楚可怜 而是拉着声明到一旁 然后将身上衣服 弄到声明脸上大喊救命 感恩的人物以为声明在欺负耐金子 他又一次被人暴揍 所以耐金子找到美月 让他给声明发送去死邮件 而明恩还有一个 在看到最后感恩的同学健太 替声明说话后 他能美月加上健太的名字 不想杀人的美月 摔坏了自己的手机 这让耐金子放弃了美月 其他同学对声明没有任何性能 因为他们在知道国王游戏的真实性后 就想到当初声明拒绝与耐金子接吻 是在变相害他 于是都纷纷投靠在耐金子的会议下 而声明这边只有健太 已经被抛弃了美月 离开后的声明将当年 自己经历的国王游戏 告诉了健太美月恶人 他们也才知道这个国王 是有多么的恶趣味 那时候刚开始 也是没有能相信这个游戏 但是当有人录取死亡后 他们开始被迫相信 案里也有两位同学 被命令去要发生关系 女孩的男友不愿意自己投点便利 于是警告耳人 但是不想死亡的两人 偷偷执行了命令 结果国王却通过群发短信 告知所有人命令完成 男友生气地暴揍 那个执行命令的男孩 国王还特地给了男友 一个特殊权限 可以发布一个命令 于是生气的男友 对着男孩下定去死吧 结果男孩当天真的死去了 在大家神经紧绷的时候 下一条命令又来了 全班同学需要对声明的好友职业 和女孩加奈投票 谁得票少就要受到死亡惩罚 为了活命 女孩只能牺牲身体来换取投票 可是最后 她还是输了 女孩受不了这个结果 于是跳窗死了 而之所以职业能赢 都是声明帮她作弊 那些得到女孩生气的人 还是忍不住投给了职业 因为声明给每一个人发送一本邮件 说自己找到可以逃离这个游戏的办法 但只能再带一个人 条件是投票给职业 并且不能告诉其他人 所以女孩才会输了投票 可是女孩的跳窗 却让输掉游戏的惩罚转嫁给了职业 因为输掉游戏的惩罚并不是自杀 而是在今天之内 却好跟人发生关系 否则就会真的死去 而职业没有女朋友 为了好友活下去 神明只能自己律自己 加入这场国王游戏 是谁也不愿意的 所以女友智慧美也只好答应 而是职业却另死不从 最后 是神明打晕了她 让智慧美抓紧时间 在收到命令达成的信息后 神明只能抱着智慧美痛哭 在听完神明讲的一些过去 剑泰美越 虽然被这个神秘国王给恶心了一番 但却知道神明不是坏人 所以他们三年决定 要找出结束国王游戏的办法 而他们目前唯一的线索 就是国王游戏最早 出现在33年前的野民村 那时候没有手机 所以国王是通过信件下达命令 途中 他们还讨论起国王的身份 而神明能确定的信息 就是国王不是班的同学 因为在上一次国王游戏 有一个女同学 代美获得了一次下达命令的特权 但是她因为听从了神明的话 国王可能就在班级 于是给自己下达命令 触摸国王 可是莫文班级的所有同学 都没有收到命令达成 这就意味着 奈美没有服从命令 需要接受惩罚 神明非常愧疚 但倒在奈美的惩罚并不是死亡 而是失明 随后 失明的手机就收到了国王的新命令 失去重要的东西 期望神明的奈美认为 自己对神明很重要 所以她决定跳海帮助神明 完成命令 躲避惩罚 神明砸光的家里的所有东西 都没有完成命令 于是她想到了女友吃灰美 皇上自己背叛她 跟奈美什么都做的 在失去女友的那一刻 她收到了命令 完成了通知 可奈美也死去了 神明最重要的东西 究竟是哪一个女人 国王没有说 可是在这一刻 她失去了所有 老班里那时候 还因为国王的一个命令 而死去一大半 那就是不要做无用的事 这包括了去收国王信件 以及哭泣 连哭都不被允许 否则就会死亡 神明因为这项命令 看着两个侯友 因为落泪而死去 到最后 一个班级只剩下10个人左右还活着 国王干脆让所有人玩一个头子游戏 摇出几 今晚就得死几个人 而恶心的国王还附加一个条件 谁去摇头子就会先死 于是所有人都不愿意 就这个出头尿 内乱 瞬间爆发 一个鹅巴用智慧美 威胁生命和职业去摇 为了报答之前的恩情 职业摇到头子 摇出了一个6 最后 在职业的指定下 包括她自己 都以极为确幸的方式死去 只剩下生命和智慧美 以及一个叫利爱的女孩 利爱偷偷调查了很多 关于国王游戏的信息 为什么国王可以远程 控制人的生死 那些巨星的死法 是魔法还是科学 利爱通过调查 发现同学死亡 或许是病毒造成的 只要通过心理暗示 就能触发的可怕病毒 利爱自认为自己研发出了 可以消灭这种病毒的程序 可是国王游戏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认为利爱违反了规则 要受到惩罚 于是她全身突然着火 这终究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情况 这些事 生命都告诉给了健太和美月 他们此时也来到了夜明村 开始左手调查 结果竟发现 智慧美的父亲曾是这里的居民 且最后竟突然回来这里自杀 并且现在自己搬起的搬花 奶精子 竟是智慧美的姐姐 或许 她也是国王游戏最后的新存者 当生命在缓缓地靠近事情真相时 美月那边却因为 接到一个又一个同学死去的通知后 而压力增大 最后 竟想带着喜欢她的健太 一起去死 她认为所有人最后都会死在这场游戏 所以不如健太跟她现在救死 让爱永恒 察觉美月已经风魔的健太 只能将她打晕 可是 他们却还是难逃一死的结果 因为之前美月摔坏了自己的手机 即便换了新手机 也无法摆脱要死亡的支持 至于给自己下达命令 要保护美月的健太 因为没有完成命令 所以也要跟着死 他们的死法是窒息 本来试图找出国王游戏的幕后真相 和现在就只剩下生命一人 但是 她不愿意放弃 这种没能性的游戏 必须尽早逃离或者终结 正如生命所想的一样 同学松本给生命提供了 关于奈金子的消息 那时候她的半季 急急死亡 她是唯一的幸存者 而关于奈金子这个人 究竟有多狠毒 在新一轮古王游戏开始后 所有人才清楚地知道 因为新规则 所以所有人在一起进行 加减分游戏 掰断右手指 可以夹分 左手指 可以减分 所有谁的分数是负数 就要受到惩罚 对奈金子有着 极大怨恨的辉煌 竟败断了自己的 全部左手 外加一根右手指 让奈金子将自己 跟生命的手机还回来 国王游戏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手机 这是参加游戏的 基本条件 被逼无奈的奈金子 只好妥协 可是辉煌却还是 将左手的减五分 拿出四分 扔到奈金子的身上 而加分 则给了生命 剩下的减一分 给了奈金子的闺蜜 小妹 小妹想要看奈金子 是否会为了友情 而救她 但事实上 是小妹的左手 五根手指 都被奈金子折断 并且在奈金子的嘴炮下 小妹竟没有怨言 反而心甘情愿的几句 被当成棋子 所有人分数到最后 都没有服输 但是辉煌 却还是死了 因为奈金子替她手机 早做了举收 国王游戏的通知 于是被当场处死 是因为没有能力阻止 只能暂时继续 执行国王游戏的命令 而人性的黑鸭 也在这一个个命令下 逐渐暴露 性命令是所有人 必须徒步跑到一处超远的山顶 每隔几个小时 最后的人就得死去 那金子来不起管小妹了 于是直接抛弃了她 而最后的人 更是掐着时间 把前面的人 拿到身后替自己去死 所以很多只顾着自己 唯独生命 不断地在考虑 其他同学的安危 甚至还打算自己垫后 她的精神和威廉 让松本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 于是在新端淘汰人时 打算自己牺牲和保护生命 两年正来争取 神明的照顾 可你此前 她竟然还在想着奶金子 看来以前的美好记忆 对于小妹来说 真的很珍贵 只可惜 物是人非的 所有爱慕之人 在时间线之内 来到了山顶 可是国王却下达了新的命令 要在场所有人用肢体 拼成一个人形 而这附近竟然有电锯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国王特地留下的 反正这段剧情 特别隐能不适 最后的结果就是 所有人全部惨死 奶金子和神明搏斗 而同归一尽 只剩下松本成为 最后的幸存者 国王游戏给他最后一个邮件 是否继续游戏 还是选择接受惩罚 松本没有选择 因为神明 会跟奶金子搏斗的真正原因 还是因为他们破解了国王游戏 根据信息 他们得知 只要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死去 就不会将国王病毒扩散 否则这个恶心的游戏 将会进行到全世界人类灭亡 而奶金子是绝对不愿意牺牲自己 从国家来 松本带着神明的意志 走向了大海 决定牺牲自己 终结游戏 但国王游戏最恶心的地方就是 他太知晓人性了 因为不管你是善 是恶 都无所谓 国王游戏 永不敲灭 松本死去了 可国王游戏却能再继续 只是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真相 故事 结束 片名 国王游戏 这是一部很成功的暗黑动漫 其原因是因为太多人骂了 如果你只是单纯认为 他在直击人性 事实上 他是在击碎你的三观 心上门槛之高 是你绝对无法想象